一个年仅13岁的小男孩 靠着在书本中自学的知识 制造出了锋利发电机 牛叉吧 可他的父亲却不理解他 只想让他去种地 但就是这个小男孩 凭借一己之力 拯救了整个村庄人的性命 他靠实力演绎了 什么是真正的知识改变命运 一部非常出色的励志片 《御风男孩奉上》 故事发生在非洲 一个叫马拉维的小国 这里是全世界 最不发达的地区之一 在这片土地上 人们以务农为主 过着清贫的生活 已经是21世纪了 这里没有任何的农业设施 村民们全都靠着人力耕种收割 庄稼的收成也是看老天爷的脸色 一旦遇到水灾汗灾 就会遭遇饥荒 除了祈求神明的保佑 基本上没有其他招架的能力 13岁的威廉就出生在这里 对这里的孩子而言 上学读书是唯一可以改变命运的机会 值得庆幸的是 威廉有一个开明的妈妈 即便是家里穷困潦倒 她也坚持送威廉去上学 穿上校服的威廉开心极了 和同伴一起去了学校 她学习非常用功 认真地听每一节课 可是好景不长 一天放学的时候 老师找到了她 原来是父亲没有交够学费 如果不能把学费补齐 她就无法继续在学校学习了 回到家的威廉 正巧听到了父母的谈话 家里已经没有足够的钱 给她交学费 懂事的威廉听到后 默默地离开了 可能这就是命吧 她只能尽量地拖一拖 能多上一节课 就能多学一点知识 威廉平日里最大的兴趣爱好 就是研究电器 和小伙伴们一起听收音机时 收音机没电了 其他人都束手无策 只有威廉想到 把很多没电的电池串联起来 这样就能凑足收音机需要的电量 伙伴们都为威廉欢呼 聚会结束后 威廉和小伙伴们不小心撞见了 姐姐和威廉的科学老师谈恋爱 但威廉注意的不是这件事 而是他发现老师的自行车有灯 在他们这种地方 电是很奢侈的东西 隔天他就找到老师的车研究起来 这个灯竟然可以靠着车子的转动亮起来 这引起了他的好奇 暗自记了下来 这天 酋长将村民们聚在一起开会 原来是烟草公司打算收购村民的土地 想砍掉周围的防洪树林 很多村民一听到有钱赚 马上就同意了 但是威廉的父亲去极力反对 因为他前两天刚听到新闻 说雨季马上就要到来 如果砍掉树林 洪水就会泛滥 他们的庄家就全都完了 然而他一个人的声音太小了 很快威廉看到浩浩荡荡的机械 砍掉了他们滥以生存的树林 事情果然如威廉父亲所料 雨季到来 洪水泛滥 所有的庄家全都被淹没 父亲一个人跪在雨里 他知道 等待他们的将是饥饿和灾荒 但仅凭一个人又能做什么呢 他找到烟草公司的老板 希望能够得到对方的帮助 但换来的却只有冷嘲热讽 而且他还告诉父亲一条消息 大雨过后 干旱便会接踵而至 到时候 马拉维就会陷入巨大的饥荒 果然土地干旱的裂开了 庄家全部死亡 看到这些的威廉决定做点什么 如果能把地里的水抽上来 那么不依靠下雨也能养活庄家 这样他们就不会经历饥荒了 于是他找到了科学老师 问他的车子是怎样发电的 老师告诉他是依靠直流发电机 但这里没有 他是从外地带来的 威廉想着 自己是不是也能做一个 但科学老师也不会 他告诉威廉 图书馆有相关的书籍 可以去看看 于是在老师的引荐下 威廉开始在图书馆自学起来 这个时候 总统来到了村庄 为新一届的选举拉票 酋长借此机会向总统求助 但没想到 总统根本不在乎民众的死活 反而把酋长拉出去暴打了一顿 然后一群人驾车扬长而去 到了收庄家的时候 威廉家诺大的一片土地 却只收上了这么一点粮食 连自己家的口粮都不够 根本撑不到明年 他们想尽办法 想撑过这次饥荒 甚至把房顶拆下来卖铁 换成草的屋顶 但能换的钱也寥寥无几 威廉的父亲敢去参加抗议 想以此得到政府的重视 他看到路上逃荒的人 为了一点粮食大打出手 就在他外出的时候 村子里来了两辆运粮车 所有的村民全都过去哄抢 母亲只能派家里 仅剩的男子汉威廉去买粮食 威廉凭借灵巧的身形 成功挤进了粮仓 这个时候 外面还有大批想买粮食的人 他们挤破头想进去 但粮食有限 不可能每个人都买到 从正门出去 粮食一定会被抢 于是威廉从仓库旁边开了个洞 偷偷跑回了家 就在家里两个男人都不在的时候 逃荒的人来了 他们抢走了威廉家所有的粮食 这是全家人的口粮 现在只剩下威廉带回来的这些粮食了 要活下去 他们每天只能吃一顿饭 才能撑到明年收成 这样的生活太难了 他们随时可能撑不下去 威廉赶紧找到了姐姐 想让他把科学老师车上的发电机要过来 这样他就能做好抽水设备 解决他们的饥荒 但没想到 姐姐在去找老师以后 就再也没有回来 他和老师跑了 父母为此愤怒不已 但能怎么样呢 威廉只能靠自己了 他在废品厂找到了一堆不用的零件 和小伙伴们一起制作了起来 终于他制作出了一个小型发电系统 并成功打开了收音机 伙伴们欣喜若狂 威廉赶紧带着他的成果去找父亲 他告诉父亲 只要建造一个大功率的发电机 他们就能从地底下抽水 这样他们就能中庄稼了 但需要把父亲的脚踏车拆下来才能做 父亲的反应是这样的 没上过学的父亲 根本理解不了威廉所说的东西 他觉得是天方夜谭 威廉只能找来自己的伙伴 想强行拿走脚踏车 但没想到父亲丝毫不让步 伙伴们放弃了 他们决定离开这里 去北方寻找生路 村子里的人一个接一个的死去 这样下去的话 他们都活不了 这一次又是开明的母亲站了出来 固执的父亲终于妥协了 他找到威廉 向他承认了自己的愚昧无知 他决定支持威廉 号召了村子里谨剩的人 一起帮助威廉 一个巨大的风车建了起来 威廉的发电机也做成了 一切就绪 终于 父亲紧紧抱住了威廉 他成功了 电影到这儿也结束了 贫穷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无知 身处现代社会的我们 很难想象吃不饱穿不暖的日子 我们也没有体会过 挨饿却没有食物吃的感觉 但你可能不知道的是 在中国仍旧有着500多万的贫困人口 仍然有着几十个贫困线 是他们天生就懒惰吗 不 是他们不努力吗 也不是 他们很多人都是机名而起 日落不息 每天忙于耕种干活 面朝黄土背朝天 但往往最努力的人 并不是最成功的那个 我们从小就开始上学 受过良好的教育 也正因如此 才有了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 看完这部电影 我想说 知识真的能够改变命运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